英國反台班機機上有三人確診 另外三例境外移入也是英國入境 其中案790 英國籍男性8月29號曾經在英國確診 12月9號到21號採檢四次都是陰性 透過轉機23號到台灣住進檢疫所 12月27號因為英國專案採檢 12月28號確診已經隔了四個月 RM的病毒縱使不去傳播力 那可能是屍體 但是在身上還是會停留很久 那我們最久的疫苗追蹤到這麼超過 我們台灣大概是八十幾天 過去京八林台商在醫院隔離八十多天才出院 這次案790是裁檢五次又驗出陽性 早先前的感染 他們CD值也是三十四 所以並不是說 研判並不是再次的感染 而是四個月前的感染 造成後續劫驗就是陰陰陽陽的一個問題 28號公佈的確診個案只有六人是從英國入境 攤開年齡來看 案787 案790是英國籍二十多歲男性 案791是台灣籍二十多歲男性 27號倫敦班機共三名 案792到794也是介於十多歲到三十多歲 英國變種病毒是不是比較容易感染年輕人 還要研究證明 但病毒變異 防疫戰還在持續 3D新聞重度到